前几天花西子在微博上发疯了 又是号称要和香奈儿门对门 又是诉苦自己不容易 做了多少工艺 每个产品打磨了多少袋 这公关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宝宝委屈 不过我觉得 一个走古典风的国货 发这么一次风 品牌形象大概也就崩塌的一点都不胜了 直可西这家公司花了六年 做到国货彩妆是战略第一 也算有点特色 奈何自己想自爆 谁能拦得住呢 而从李佳琪事件发生到现在 整个事件的走向 还有花西子的操作 已经是越来越魔幻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短的馆长 今天我想从公关角度 聊聊花西子是怎么把自己搞残的 李佳琪和花西子的事件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二双视频都满天飞了 我就不赘述了 但两者在公关上体现出的专业水准 基本是天壤之灵 事情发生第二天 李佳琪就道歉 在直播间声泪居下 然后呢 道歉完继续直播 就当这事过去了 该带户带户 该上链接上链接 虽然被当成鬼畜素材反复完了 但从公关操作层面来走 其实没啥问题 我看一些文章提供这个公关建议 那个公关建议 我只能说是电视剧坑多了 太沉迷于戏剧性的反转 公关的本质不是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 公关的主要职责是擦屁股 所以危机公关的核心是什么 是止损 事情已经发生了 覆水难收 想要全身而退 乃至逆风翻盘是不太可能 比错了就是错了 不要考虑什么骚操作 大家代入一下 对方惹你生气以后 什么行为会二次激怒你 就三点 一 验解 二 抬杠 三 自作聪明 你想想看 如果李佳琪不是直接道歉 而是说 我没有讽刺所有女生的意思 我本意是希望大家好好工作 或者 我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79元的没笔就是不贵 我也没有说错 是不是想想拳头都硬 都上过学 为作业没写编造的理由 啥时候成功过 亲爱的老师们 早就教导过我们人生的真理了 没带就是没写 错了就要认 挨打要立正 被打两下不会有事 继续跟网友兑现才会有事 正确的姿势 就是把标准的道歉流程走完 再表现出一个后悔的姿态 接下来该干嘛干嘛 因为时间会冲淡一些 这背后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 舆论是很健忘的 一个热点会迅速冲淡另一个热点 时间就是最好的公关大事 但花西子的操作就很迷了 客观来说 花西子犯的错就是贵 整个事件中 花西子和李佳琪的责任 以及承担的舆论压力 也并非五五开 顶多八二开 也就是说花西子面对的舆论压力小得多 事实上 这类品牌一般面临的最大的公关危机 是原料和成分问题 这场风波对花西子本来没有那么严重 能闹到今天 属实是花西子自己做的 一般来说面对这种情况 品牌应该迅速跟当事人做切割 你看其他品牌 明星一出事 解约声明那是发的飞快 毕竟价值观上的污点 品牌粘上了就很难写了 花西子不仅没做 甚至连简单好好道个歉 出个正常的声明解释一下价格问题 也干不好 他们出了个400次的道歉声明 全篇废话文学 一点价格问题都没了 就说了三件事 我们是纯正骨货 意思就是你不能骂 我们会坚持做下去 意思就是不降价 对不起大家 意思就是散了吧散了吧 不道歉还好 这么道歉显得更没诚意 大家更不开心 有媒体报道 这篇报道并非花西子公关团队撰写 发布的时候 公关团队也不知情 而且发出之后 公关团队就选择了集体离职 更离谱的是 花西子还要发起抽奖 实力演绎惹毛网友的100种办法 不过到这里 我觉得事件还属于公关范畴 发西子在微博上发疯 就完全不能照公关逻辑去理解 只能说 这一波属于舍身为李佳琪抗雷 没有公关危机就创造危机 也要帮李佳琪分担舆论压力 没准李佳琪和花西子的老板 真是亦父亦母的亲兄弟说不定了 就在花西子微博发疯的时候 我去看了下李佳琪的淘宝 人家还正在岁月静好的带货 果然最后还是花西子负重强行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花西子公关团队的离职性 很多人说是因为不希望 自己的简历上有这么不光彩的一品 但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专业人士 眼看老板要犯程 自己又无力阻止后的放弃 这种明明有公关团队 老板偏偏要绕过 亲自下场的戏码 其实很能反映 公关行业难干的原因 公关公关是公共关系 好的公关 视角不应该跟公司在一边 而应该跟公众在一边 我见过很多公司 我可以打包票的说 在发生公关危机后 九成以上的公司 内部都会觉得是自己受了委屈 公众的大部分意见 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事件发生后 事实是什么 并非绝对的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公众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而往往公司的视角 是从自身感受与利益出发 并不能与公众共情 甚至不理解公众为什么会生气 就比如这一次 花西子可能是真的不觉得 切实就得没必有问题 而公关要做的 是在公司其他部门 都一分填膺的时候 保持冷静 客观分析事情的起因 摸清楚到底是什么 令消费者生气 让公众消息 让事情不要继续反弃 尤其在当下互联网时代 网络争论 极其容易往抽象发展 不是音家那个抽象 是语言学上的抽象 打比方说 A和B在讨论 79块钱的每笔贵不贵 C出来说 79块钱是我一天工资 B说 不会吧 你什么工作 我每天吃外卖都要一百 B回复 复爷为我五十 F骂了一句 最烦你们这些网络企业 没什么关系 相信参与或者看过 网络骂谈的同学 应该都有类似经历 所以 公关讲究道歉的黄金时间 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大会 继续蔓延 想要解释 以后有大把时间 通过其他方式解释 没必要在人气头上的时候抬开 而最麻烦的是 很多老板总认为 自己是公关大师 据我观察 许多世俗价值上 算得上成功的人 也就是王硕说的 正点前被傻逼们知道了 通常是带点偏执性人格 正因如此 他会喜欢拿自己的成功路径 作为模板 套所有的领域 但这种成功呢 多半是因为时代的机遇 和自身的运气 这个成功路径 不过是幸存者偏差 硬套的结果 当然事与用为 同时呢 老板又是最站在公司立场 最不能理解公众 为什么生气的人 两者叠加的后果就是 老板总觉得 出现公关危机了 肯定不是我们的问题 一定是有同行捣乱 骂我的都是水军 还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 只要我亲自出马 给大家讲讲我的理念 我的辛苦 相信消费者们就会理解我 毕竟我每次开会演讲 我的员工们总是掌声雷工 结果就是 骚操作不断 不仅不能阻止事态发展 还火上浇油 巴西子这波发疯文学 硬生生把已经快要贫息的 79块钱每笔问题 又炒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巴西子的这场公关灾难 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什么也不干 有时候也比自作聪明要好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我是班长 我们下期再见